哈喽,大家好 感觉好久没有在阳台上晒太阳了 所以好像也就好久没有拍阳台的视频了 这两天降温,室外是真的冷 但是空调一开,阳台党的春天就来了 太舒服了,这个太阳晒了 话说我自从重新上班之后 就好久没有管阳台 阳台现在都是随便搞搞 基本上属于自生自灭型 但是现在阳台上都是一些低维护的绿植 还有小球根 对了,我今年小球根种了还没有拍过呢 在这儿 就很奇怪,上面这一排都非常的茂密 但是下面这一排就很凸 然后我今年都是从托盘给水的 看这个土面都是非常干燥的 上面这一排也是 所以今年我的小球根就完全没有小黑飞 就很爽 之前种下的百合已经全部都开花了 这一朵是今天刚开的 我已经把它的花蕊给揪了 之前阳台的窗户开着 就感觉香味不是很浓 但现在窗户一关 这个香味就很明显了 真的超级香 这底下游几朵已经开败了 因为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 之前都没拍 哦,旁边的这一个坑缝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精灵 它开了四朵花 它好像不要命了 感觉目前我这个架子上 只要它们开始变红就要开花了 不过现在大部分都还绿着 对了,之前有人问这个空缝是怎么固定上去的 我最开始用的是这个 呃,铝线把它绑起来了 但是只有这个比较好绑 其他的都绑不起来 所以我就买了那个水草椒 就几块钱一只的 特别好用 然后就把它的小屁股给粘在上面了 看这个地方能看出来 这是水草椒的痕迹 我基本上都是用胶固定了它们侧面的一片叶子 这样不会影响它这个底下长根 以及回头周围生宝宝 反正这一架子都是最普通的品种 就随便养养吧 自从我狠心把幽灵的小侧芽全部揪掉之后 它们的叶子终于能开始长大一点了 虽然和飞机的大叶子还没得比 这个狗飞机气死人了 但是白色的叶子真的好好看啊 我估计明年应该就能长这么大了 这个架子上的非洲景还没有开花 这一棵已经有花苞了 它的花是绿色的可好看了 但是架子上的已经开花了 这个超可爱 这是我最开始买的那一棵月光魔法 据说它的开花性非常好 看这个底下还有好多花苞 这也有 还蛮期待它爆花的 糖霜的花也超级可爱 但是我这一朵已经快开半了 但是它这旁边又开了一朵新的 里面也有很多花果朵 所以感觉买这种大苗还是挺爽的 而且我还从大苗们的身上 分出了很多小侧芽 这一盒是第二批侧芽还挺大的 然后这后面三盒都是第三批 切下来的 至于第一批 在这儿已经长很大了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感染满虫了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没看它们 不过我能确定的是这里 这是一个病房 这里面的都有点问题 还有这两个 就这几个是我自己叶叉出来的 去年就叶叉了 我自己叶叉的其实之前一直长得都不太好 应该是土和盆的问题 就后来我给它们换了这种小的塑料盒之后 反而长大了很多 但是前段时间它这个中间的叶子 就你现在看着上面白白的叶子 突然就不长了 现在还已经长大了呢 因为我给它们闷起来了 非洲井的满虫不像红蜘蛛那样能看到它爬 但是就其实也很明显 我感觉感染了之后就不怎么长 不过闷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应对方法 我这里面闷起来之后又开始长了 哦对中间这个白色的痕迹是我打的药的痕迹 这都有我都打了一下药 然后这一颗之前它中间新有点烂 我给它直接掐掉了 现在又长出来了 但是这个闷养和这个样子放 感觉还挺浪费空间的 所以我要来拆大树家的闷养盖了 快递箱我直接在家门口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就这样开吧 哇这次这个包装感觉非常的厚实 哇感觉好硬啊 这个盖子真的质量好好的感觉 哦真的很结实 我终于拆出了一个下来 哇它这个真的很硬 看这里就对比一下啊 我把这个放在这 这个完全敲不动 这个就很软的那种 那我来把这个盖子装上去试试 哎还不错 岩丝和缝 这样也不会掉 底下再套一个就可以完全焖养起来了 很好我先去玩一会儿 等会儿再接着来干活 我发现这个闷养盖居然可以直接扣在十口径的白青山上 就很方便 我把这几个 我觉得这两个它们应该是僵住了 但是也有新的叶子在长 你看这个刚冒出来 反正我给它们先扣起来了 后续观察看看能不能长快一点 就我播种的这一批花竹种子 最大的是这一颗 已经长这么大了 这是那个希望花竹 然后这儿闷了一颗非洲井 这个盖子简直是为它量身打造的 太契合了 话说如果能有不同尺寸的闷养盖 就更好了 希望大叔努力多出新款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毕竟现在太阳都落山了 天都黑了 我这个视频拍了一整天呢 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